谢谢吴教授 一笔去年港人慰问六四铁汉李旺洋家属的慰问金 因为大陆风声井直到今年7月 才透过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陶军行 汇给李旺林丈夫赵宝珠的户口 但是迟迟未收到款项 李旺林家人更遭到国保的警告 陶军行批评国保的行径无赖 政治审查干预民间正常的商业运作 陶军行表示 华人民主书院去年六月 为湖南民运铁汉李旺洋在中联办门外发起绝食 抽得近72,000元 由于风声一直很紧 直至今年7月17日 经他的汇丰银行私人户口 汇出到赵宝珠的中国建设银行 湖南绍阳分行户口 但李旺林一家并未收到款项 其后遭到国保的威胁 要调查捐款人的身份是否敌对势力 是否用于颠覆活动 陶军行批评当局扣起捐款 完全是无赖的行径 陶军行表示 事发至今没有向中共当局或有关单位抗议 是担心会影响到李旺林夫妇在大陆的安危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